好,我们继续要透过最新的画面来关心 今天端午节,结果因为一颗粽子引发的火警 台东北南乡有民宅 民众为了要蒸粽子来吃 却瓦斯漏气引发了火势迅速蔓延 屋主立刻拉水管来灭火 连居也赶来拿水桶要帮忙 最后是消防车赶到场之后 火势才被扑灭 幸好没有人受伤 屋子里的厨房熊熊烈火燃烧 屋主赶紧牵水管灭火 但火势仍然持续蔓延 一旁邻居看到震震浓烟 大事不妙,赶快提水桶来帮忙 没多久消防队也来了 布下水线,大水猛灌终于控制住火势 不过住家屋顶已经被烧出一个大洞 天花板都烧起来了 屋主父亲俩抬头一看 当场傻眼,好好的端午节 争种子应景,不料引发火灾 台栋被南乡立家村这处民宅 屋主争种子,没想到瓦斯漏气 引发大火 厨房失火,幸好屋主发现得早 也多亏邻居的帮忙 没有让大火烧进住家里 火势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是不幸中的大幸 记者刘林祥,台东报道 这次针与的事运转发 hello to all